花蓮宣政府在8月1号举行的111学年度国中小学校的校长布达典礼 这一届有17位续任校长、5位调任校长及6位新任校长来宣誓就任 还有5位校长退休 宣长学正为了请免新校长们在花蓮各个国中小学可以施展半学常才实践教育理想 花蓮宣府1日举行111学年度国中小学校长布达典礼 本届共有17位续任、5位调任及6位新任校长宣誓就任 由县长徐正为主持 在教育处代理处长汪淑敏兼交下 由原服务秀林国中调任自常国中校长刘尚明 将原服务封兵国中接任秀林国中的校长施淑娟 象征性的硬性交接 并由出任校长特殊教育背景 接任华蓮宣封兵国中校长的施宜亭代表校长致辞 我们愿以爱与关怀来全心全意投入我们校务的运作 与优秀的教育团队来结合 并且来设计出更多元跟在地的文化课程 让孩子能够喜欢学习爱上学习并且主动学习 我们目前单身校长最迫切的就是要跟我们的家长 以及社区做紧密的一个结合 把我们社区的资源能够溢注到我们的校务进行发展上 让我们的校务也能够真正日常 提供我们孩子最优质最好的学习环境 以达到我们108课巴 自发互动共好的一个美妙愿景 推出校长有自强国中校长唐慧珠 智学国小校长陈立辉 长桥国小校长陈素雕 大进国小校长郭英中 及春瑞国小校长杨振雄 投身教职超过30年的退休校长唐慧珠 则分享自己的经验 请免新校长们不要预设立场或偏见 此时此刻我这么好多伙伴都要祝福我的时候 就说哇安全下庄这样 这一定是你们的虽然你们还很年轻啦 可是你们都会看什么时候做我们第一排这样 会的 但是现在在你任内祝福 满满的祝福 你可以的 把学校顾好 把老师顾好 把孩子们顾好 然后尊重家长好好的沟通 瞬息万变 各种的挑战 真的是措手不及 但是你可以的 接下了这个担子 我们就接着它 我们肩负着国家的未来 教育是根本 良师养心果 谢谢 谢谢所有的人 谢谢 这次感谢我们所有的新任旭任 旭任感谢大家愿意留在原单位远校 因为对这个学校你的经营可能只有三年 可能只有四年 教育理念是必须捐低 聚下成堂 必须要如涓涓流水 慢慢的吸水长流 六年八年才能看到整个校风 以及整个学校的改变 所以这位真的要谢谢大家 另外在调任的部分 也非常重视 尊重我们所有校长的选择 而校长的选择 相信他也想到未来要如何 让每一个学校 因应各地的风土 民情的不同 经营他的学校 让学校和社区 让学校和文化 让学校融入整个文化的生活智慧体系里面 所以我要谢谢各位校长的大胆 勇气勇猛之前 徐政委感谢推出校长们 对华联教育界的付出与奉献 同时也期许所有校长 深耕在地 为学校找出亮点 为孩子创造机会 记者长帮演华联士报导